各位早上好 欢迎搭乘2024年2月23号 星期五的凤凰早班车 我是郭阳子 早上你好 我是想以头条一切关注到这个焦点 台湾海巡署22号针对追逐大陆渔船的事故做出说明 强调没有隐匿影片 对于因为没有全程搜证影像 无法让家属快速了解真相感到抱歉 并且表示希望不要升高冲突 让死者安息 生者安心 台湾海巡署22号针对日前追逐大陆渔船事件 表示是日常执法勤务没有其他考量 并称外界质疑有隐匿追逐影片一事并非事实 本案也因此导致了家属 无法很快的了解事实的真相 没有能够让家属安心 也让社会有很多争议 我们感到非常的抱歉 希望这个案子能够回归执法的个案 不要升高冲突 搁置政治 人道优先 我们期待能够尽快完成伤后 让死者安息 生者安心 海巡署表示 现有的CP型号船艇 没有装设全船的监视系统 未来人员出勤时 会要求配备密录器 另外对于追究责任问题 海巡署做出回应 要求要严惩相关的责任人 并且来向家属道解 想要询问这个部分 海巡署的立场是什么 因为事实真相 目前由金门地检署申办中 那金门地检署也表示 会全力尽数谨慎的调查本案 事实公布 在事实真相还没有公布之前 这一部分我们没办法 来表示任何意见 有关于协助家属后续处理事宜 海巡署表示 家属目前提出了 要真相 道歉 以及赔偿三项诉求 其中在要真相 以及道歉的部分 要等到检调来厘清 而在赔偿的部分 目前是没有共识的 至于罹难者遗体火化 海巡署强调 都会尊重家属的意见 凤凰卫视蓝镜图 纪敏槐金门报道 台湾海巡署粗暴执法 导致两名大陆渔民死亡 台湾陆委会22号 是排除允许大陆 共同调查案件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喊话 强调透过善意 才能够化解冲突 执法同时 也要把真相还给全民 朱立伦22号 在新北市国民党党部 参加新春团拜 谈到大陆与传帆复事件 朱立伦呼吁政府 牵兵面对 透过交流对话 透过善意 才能够化解冲突 否则的话 变成恶意螺旋的话 对两岸都不是不利的 我们当然要执法 但是我们一定希望 把真相能够还给全民 台湾的陆委会 22号下午召开记者会 唯一是否与许大陆 共同调查案件是表示 两岸各有各的法律体系 彼此不相容 希望对安尊重台湾司法体系 静待调查结果 调查结果一定会公布 但需要一点时间 台湾的海巡署 22号首度公布 事发当时 海巡艇与第12巡防区的 无线电通联录音 此次事件 铺露海巡署缺乏足够的密录器 当局亡羊补牢 海委会主委管毕林表示 行政院长陈建仁通知 海巡署全数执勤 所需美元配备 但欠缺的3.061G密录器 以及35艘海巡裸挺 固定式录音设备 所需经费将由第二预备 金制服 防卫室综合报道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广州南沙利兴沙大桥 22号发生货船撞击事故 桥面坍塌 导致5台车辆掉落 5人遇难 2人在医院救治 目前生命体征稳定 另外有肇事传播的 一名船员轻微受伤 除了坠落在货船上的3辆车 落入水中的2辆车 也全部掉起 而事故还导致附近三名岛 近万人出行受阻 饮水有困难 从我们航拍的画面可以看到 大桥断裂处有约20到30米长 被撞的桥蹲则出现倾斜 设施的货船已经被脱离事故发生位置 大桥被双向管控 靠近桥梁的出入口都拉起了警戒线 水道上的渔船货船暂停航行 海市海警以及拖船打捞船在周围展开作业 不时有救援的直升飞机飞过 丽兴沙大桥是进出我身后三名岛唯一的路上通道 那么在事故发生之后 不仅岛上的近万名居民出行是受阻 而唯一的供水管道也发生了整体的断裂 预计要正常恢复供水的时间要4到5天左右 记者沿水路登上三名岛 三名岛由明建村 明立村 明星村组成 岛上生活有近万人 丽兴沙大桥撞断后当地居民的饮水问题面临困难 事发后当地紧急筹备物资运往岛上 并在高速公路驾设管道供水 是政府安排下去的 有大概搬了两百件左右过来 都是一个钟头到一个半钟就已经迈完了 政府安排了在南中高速 放了一条消防馆下来 放那些生活应急用水 三名岛上有许多农产品主要依靠 丽兴沙大桥运送 通道受阻 居民呼吁尽快恢复交通减少损失 本地政府也组织专业人士到三明岛调查 并紧急修缮新渡口 满足居民的生活所需 那这边现在过渡的话 有条件 但是码头也有 但是渡口要经过这个专业部门的论证 我们才能够设这个码头的渡口 在大桥恢复通行之前 三明岛居民的交通只能依靠船运 目前岛上居民用电通讯网络正常 凤凰卫视陈文系同虎之城 广州南沙报道 这次广州南沙利兴沙大桥 在22号的早上被船只撞断后 政府下午五点半召开记者会 通报指 事故原因初步查明为船员操作失当 造成船船和船头先后触碰大桥的桥墩 导致上头的通航孔的桥面断裂 记者会上 广州海事局副局长颖强称 广州南沙利兴沙大桥 22日早上5点31分左右被船只撞断 共有四辆车和一辆电动摩托车 从断裂处坠落 三辆车掉到了船舱 两辆小货车掉到水中 下午四点多 两台落水的车辆已经被打捞起 因船员操作失当 梁辉688人左旋船身 触碰立山沙大桥下行通航孔18号桥墩 随后船头再次触碰下行通航孔19号桥墩 致使该通航孔上的桥面断裂 在该事故中造成五人死亡 两人在医院救治 目前生命体称稳定 造势传没的一名船员受轻微伤 涉事船支是从佛山南海前往广州南沙途中出事 这艘船长60米高18米 事发时的时速是4.6海里每小时 广州海事局表示 已经成立事故调查组 并且开展调查取证 目前涉事船长被海事部门和公安控制 广州南沙开发区方面指 2019年 立新沙大桥经过检测存在病害 在2020年5月完成维修加固并且通过验收 同年6月 桥梁检测评定为二类桥 表示大桥技术状况处于良好状态 通行车辆限重提升至20吨 他称当时的加固工程包括两所大桥 加固工程延期 主要是另一座名为高新沙大桥的 防状加固工程还在进行 2022年12月 立新沙大桥防状加固工程 已完成施工并投入使用 高新沙大桥防状加固工程 正有序推进中 鉴于该项目整体建设内容 包含高新沙大桥及立新沙大桥两座桥 因此省交通厅于2022年8月 对整个项目发布施工作业延期通知 断桥导致附近的三名岛对外交通中断 供水受到影响 当局说已经增加渡轮班次 加建码头 保障岛内居民的用水 供电 生活和就医安排 凤凰卫视张小李廷申 广州南沙报道 上后回来 您关注更多消息 一会先 欢迎回来 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 夏宝龙 22号抵达香港 展开一连七天的考察调研 他先考察了香港国际机场 他说这次来港将会实地了解 香港经济发展 地区治理等情况 与社会各界 共谋香港新阶段 新发展 22号上午 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 夏宝龙抵达香港 并随即考察香港国际机场 中央控制中心 听取机场管理局的介绍 详细了解了香港国际机场的 发展情况 包括人工智能 无人驾驶技术的应用 夏宝龙指出 此次来香港考察调研 是贯彻落实国家主席习近平 去年12月 听取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述职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实地了解香港经济发展 地区治理等情况 与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 共同谋划香港新阶段新发展 以更好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推动一国两制行稳支援 他表示香港国际机场 是享誉全球的金字招牌 长期以来 香港充分发挥 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优势 形成了国际航空枢纽地位 在香港游质极星的新发展阶段 中央将继续支持香港 拓展航空网络 进一步巩固和提升 香港国际航空枢纽的地位 凤凰卫视显至香港报道 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 夏宝龙 22号下午 与香港特区主要官员会面 有特区政府官员就表示 夏宝龙本次访港七天 是历来最长 充分反映出中央和他对香港的关心和支持 夏宝龙也鼓励特区政府继续做好工作 他在23号将继续调研行程 大家好 夏宝龙22号下午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政务市市长陈国际等人陪同夏 抵达特区政府总部与主要官员会面 包括先会见全体四局级官员及厂任秘书长 之后再听取主理经济发展的官员汇报 你们好 拜年了啊 夏宝龙在傍晚离开政府总部 上次后也不忘上传媒微笑 并挥手在肩 陈国际会后表示 夏宝龙本次访港七天是历来最强 充分反映中央和他对香港的关心和支持 会面时讨论了不同议题 感受到他对香港事务非常关心和熟悉 夏主任是和特区政府的官员 刚才是进合了一些深入展出的座谈交流 谈盖了特区多方面的发展 当然是包括经济发展 也都是包括地区治理的议题 气氛都相当之热烈 我们都充分感受到 夏主任对香港的事务非常关心 也都非常熟悉 也都对香港贯彻一个高水平的安全 和高质量的发展 他是充满信心 也都是寄予厚望的 陈国际表示 与夏宝龙交流后 特区政府有更坚定的信念 连同各界切实回护国家安全 包括要完成基本法23条立法 以及传递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 也要继续观测 敢于当当 善作善成的精神 此外 他表示夏宝龙十分重视 认为完善地区治理 是当局良政善治 长治久安的重要一环 财政市市长陈茂波表示 夏宝龙鼓励特区政府继续做好工作 发挥香港图特功能及地位 陈茂波提到 他和六名局长分别杀杀宝龙 汇报金融经济 创科 土地房屋 运输物流等工作 也就着香港金融 整体经济状况 以及多方面发展 进行交流讨论 在政府总部听取特区政府官员汇报后 夏宝龙晚上前往礼宾府 出席香港特区政府欢迎晚宴 夏宝龙23号将会继续考察调研行程 风王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 现在也正在进行公众咨询 香港民意观察研究中心 就此进行调查 结果显示有约六成的市民 支持23条立法 香港民意观察研究中心 在2月15号到20号 透过音频电话随机抽样 成功访问552名的香港市民 结果显示将近七成受访市民 赞成维护国家安全是特区政府的限制责任 当中更有进办是表示非常赞成 也有大约六成的受访市民表示支持 23条立法 当中将近五成的受访市民 对此表示非常支持 就媒体的正常编采工作 超过六成的受访者认为 立法后不会为正常的编采工作带来影响 也有五成七受访市民 倾向赞成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前提下 新闻和言论自由应该设立法律规范 超过六成的受访市民 是赞成立法保护国家秘密 以维护国家安全 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成立20周年招待会 22号在北京举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 在致辞时表示 当前世界局势变乱交织 上河组织国家要勇力时代朝头 构建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 上河组织秘书处成立20周年招待会 22号晚间在北京举行 各成员国驻华大使受邀出席 王毅说 上河组织成立以来始终遵循上海精神 成为新型国际关系和区域合作的典范 当今世界动荡不安 他强调要完善上河组织 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机制 深化务实合作 并弃冷战思维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引进 世界局势变乱交织 地区国家保安全处发展 谋团结图共赢的愿望更加迫切 上河组织国家要勇力时代朝头 争当合作表率 构建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 实现共同的发展目标 走过20年 上河组织从最初的6个成员国 到现在成为拥有成员国 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 共计26个国家的大家庭 上河组织秘书长张明说 20年来 上河组织坚定维护 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秘书处积极开展对外交往 有效提升了上河组织 在国际舞台的能见度和影响力 上河组织轮值主席国 哈萨克斯坦驻华大使 罗雷舍夫 赞赏秘书处多年来 有效协调本地区 在安全 经贸 人文交流 等各领域的合作 秘书处的同事 虽然来自不同国家 但在上海精神的感召下 成为志同道合的伙伴 为造福各成员国 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 做出不懈努力 令人欣慰的是 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 上河组织已在国际舞台 享有较高声望 为解决一系列地区热点问题 做出积极贡献 招待会当天还举行了服装秀 各国的代表身着传统服饰 与现场嘉宾互动 哈萨克斯坦目前正在全力筹备 今年将在首都阿斯塔纳 召开的峰会 王毅表示 中方将同各方一道努力 确保峰会取得丰硕成果 为上河组织发展 开辟新的篇章 凤凰医师 周江星 王磊 北京报道 美国白宫方面 22号宣布将会对伊朗 实施新一轮制裁 以回应伊朗对俄罗斯 提供无人机以及其他武器 同时拜登政府对中国企业 支持俄罗斯国防工业基地 也表达关切 美国白宫22号 对伊朗和俄罗斯 日益增进的军事合作 表示关切 白宫指出 伊朗不仅向俄罗斯 提供数量可观的无人机 向俄罗斯提供 短程弹道导弹的计划 也在推进中 路透社引述俄罗斯官员称 伊朗已经同意向俄罗斯提供 数百枚弹道导弹 不过科比表示 美国政府尚无证据显示 伊朗制造的弹道导弹 已经抵达俄罗斯 但美国相信 这一计划将会稳步推进 科比警告称 如果伊朗对俄提供弹道导弹 国际社会将会采取 迅速强有力的回应 科比还表示 未来几天 美国政府将会对伊朗 实施额外制裁 近期 拜登政府除了警告 伊朗与朝鲜 对俄罗斯提供武器以外 还对中国企业 与俄罗斯的国防合作 表达了关切 俄乌战争两周年之际 拜登政府计划在23号 宣布对俄罗斯的新一轮重大制裁 本周欧盟也批准了 对俄罗斯的新一轮制裁 将193个实体和个人 列入禁止前往欧盟 以及在欧盟展开业务的黑名单之中 凤凰卫视 王冰如 王天一 华盛顿报道 俄乌局势方面 俄罗斯总统普京 周四驾驶 图160M战略轰炸机 飞行了30多分钟 俄罗斯现在有专家认为 在俄乌战争对普京有利之际 以及总统选举前夕 普京的行为是在于向外界展示俄军实力 以及对前线作战军人的支持 普京周四驾驶 现代化超音速战略轰炸机导弹航母 图160M飞行了30分钟 而飞行的路线则属于机密信息 据悉 图160M可以携带核武器 是俄罗斯联邦三位一体核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前 俄罗斯国防部长上一股宣布恢复图160的生产 今年 俄罗斯空天军将接受两架新型图160M 而普京决定以其现代化形式复制图160飞机 目的是增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损失的战略力量 俄罗斯有专家表示 普京驾驶的现代化图160M战略轰炸机 在参数上超越了任何最现代化的设备 包括尚未开始生产的最新美国B-21轰炸机 普京驾驶和轰炸机的消息很快在俄罗斯网络上引发热议 有舆论认为普京的行为是对集体西方的一种姿态 俄罗斯不怕事态升级 也不怕发生更大规模的战争 俄罗斯将战斗到底 此外 俄乌冲突已经爆发了两周年 前线刚刚控制了阿富杰耶夫卡 取得了实际胜利 而此时恰逢总统选举前夕 普京驾驶俄罗斯最新战略轰炸机 是在俄乌战争对他有利之际 向外界展示俄军军事实力 也是对正在俄乌前线作战的军人们的支持 共航卫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在俄乌特别军事情动两周年之际 本台记者在俄罗斯国防部新闻司的组织之下 沿顿巴斯战场进行系列报道 2月22号 本台设置组来到顿巴斯中线的亚素高地乌尔诺瓦哈前线 今天播出第二集 沃尔诺瓦哈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在沃尔诺瓦哈的军事态势还不容乐观 俄罗斯军队和乌克兰军队在这个区域所进行的这种对峙 目前也是正在进行之中 2月22号 车臣艾罕奈特特种部队的失定 俄军第二军团主司令阿劳迪诺夫表示 前一天乌军袭击了俄军第29集团军在沃尔诺瓦哈的训练场 并造成了官兵的伤亡 此前乌方的信息也表示 当时在沃尔诺瓦哈训练场 俄军约有三个连队的官兵 被乌军远程制导导弹击中 那么沃尔诺瓦哈呢也是 登巴斯战益最为激烈的地区之一 2022年的2月25号 这里就发生了激烈的战斗 我的身边呢 这是来自沃尔诺瓦哈的一位民族 二十年代的战争,您是否想要工作? 要是好事,要是早已完成了战争 我在14-15年我曾经在Elenovka 我讀了少许少许 Elenovka,你知道吗? 是的,我知道 要是早已完成了 因为人们已经疲惫了 他们都听得到,他们都会撞到,有点害怕 我们每天聊天 距离沃尔诺瓦哈23.7公里的乌格莱达尔的军事态势 俄罗斯联邦武装部队的突击队正在尼克尔斯科耶测试乌军的实力 结果发现乌军在这些平原地带埋设了大量的反步兵和反塔克地雷 俄军也出动了航空兵 向这些区域进行了大规模的排雷和开笔通道 在沃尔诺瓦哈的东北裔 俄罗斯武装部队控制了马林卡以西南两公里的破费达村 2022年的2月25号 我们凤凰卫视进入到顿尼茨克地区 同时呢 对新附罗斯克 在沃尔诺瓦哈的报道 俄乌战事即将满两周年之际 俄军近期似乎不断在乌冬前线取得突破 这时候普京又驾驶战略轰炸机展示军力 相关话题立刻请来实时评论员郑浩先生 帮我们点评分析 郑先生您好 你好 梁伟早 我们看到俄乌战争两周年前夕 现在俄军在大秀军事实力 而且俄乌双方现在也仍然是在激烈的战斗当中 似乎没有停火的迹象 结束战争是否遥遥无期呢 基本上可以这么说吧 就是从目前俄乌战争的发展态势来看的 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 都没有真实的意愿要进行谈判 要尽早的结束 这场已经打了两年的战争 马上就踏入第三年 但是从莫斯科 从基辅 双方来看都没有表示出真正的意愿 虽然莫斯科说愿意谈判 但是我们看到双方都没有展现出 真实的愿意进一步接触 沟通 然后真正能够坐下来谈的这样的一个意愿 我必须要提到 就是昨天我们特派记者 采访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特别顾问 也是这个总统办公室的主任 波多利亚克 那么在这个采访当中 波多利亚克谈得非常清楚 他说要进行谈判的话 那么必须俄方要满足乌克兰的所有的条件 而这个所有的条件 当然首当其冲 就是俄军必须要全面的撤出乌克兰 归还乌克兰的领土等等 这样的一个表态也再次的向外界透露出 就是乌克兰它的条件是没有发生任何的改变 也就是说要保障乌克兰的国家主权 俄军必须要全面的撤出 另外第四个条件 当然在这个采访当中他没有强调 但实际上乌克兰一方一直在坚持 就是要追责普京的责任 那么显然这样的一些条件 莫斯科是绝对不会答应的 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 在当前俄军在战场上又节节胜利 掌握主动权的情况下 俄军也不可能坐下来和乌方进行谈判 我也注意到在昨天 俄罗斯的前总统梅德维杰夫 现在是联邦安全委员会的主席 他在接受这个俄罗斯媒体的采访的时候 他甚至说未来俄罗斯的安全线 如果设在基辅的话 他也不表示怀疑 应该说呢 就是说特别军事行动 如果有一天打到基辅 那么这个呢也是可以想象的 他并没有否认这一点 梅德维杰夫呢 经常是口出狂言 包括以前呢 说这个不排除动用原子弹等等 核武器等等 那么这次又说 如果特别军事行动要打到基辅的话 他个人认为也是可以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也暴露出 莫斯科对乌克兰整个的这个国家的一个目标 或者叫一种野心 那么这样的一种非常狂妄的这种语言的话 实际上呢 对乌克兰来讲 对西方来讲都是不可接受的 因为一个国家的主权必须要保证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看到俄乌双方都不可能冷静下来 然后进行一个谈判 当然这场战争持续到什么时候 也确实呢是西方国家正在研究的一个问题 因为毕竟在战场上乌克兰打得非常的吃力 而且呢损失惨重 也包括西方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资金援助都打了水漂 没有取得任何的一个实质的进展 所以呢西方也在考虑 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方式 能够促使基辅 能够和莫斯科进行谈判 但是呢我注意到在两天前 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颇长的文章 这篇文章的核心一点 就是这场战争给美国军工企业带来的实惠 对美国的经济是有利的 那么这篇文章也暴露出 美国其实呢也不支持俄乌双方坐下来谈判 因为这场战争打的时间越长 打得越惨烈 对美国的依赖 对西方的国家的依赖也就越深 那么对西方国家 对美国的经济恐怕呢也就是越好 所以呢未来一段时间 我们希望战争尽快的结束 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很难判断出 或者是很难看到和平的希望 两位 好的了解 谢谢仲昊先生的点评与分析 另一方面 美国总统拜登21号 是在旧金山的一场募款活动上 骂俄罗斯总统普京是疯狂的混蛋 而普京22号做出回应指出 拜登此言粗鲁无礼 美国总统拜登骂俄罗斯总统普京 是疯狂的混蛋 引发美俄之间的外交骂战 普京到达达斯坦视察时 形容拜登的说话粗鲁无礼 但就说理解美国正进入选战 而这正好证明他日前所说 拜登出任美国总统叫特朗普好 为我们,为美国总统拜登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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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既然说了 我完全正确 因为这就是正确的反应 俄罗斯官方也火力全开 反击拜登 外交部发言人张哈罗瓦在其社交媒体上发文 指下次拜登用疯狂的混蛋这个词时 应该记住美国人认为这个词最能与他官司缠身的儿子 亨特·拜登联系起来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 拜登使用这样的字也形容普京 不仅不太可能冒犯到普京 反而贬低了他自己和美国 拜登的言论可能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像好莱坞牛仔 但他显然没有成功 佩斯科夫还说 普京从未用过如此粗粗的词语来形容拜登 拜登是在就近山的一场非公开募款活动上 用粗话骂普京 他说因为有普京这些疯狂的混蛋等人 令他们总要担心核冲突 但威胁人类生存的其实是气候问题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利内的母亲 柳德米拉22号发布视频表示 已经见到儿子的遗体 但是俄当局施压 要求秘密埋葬纳瓦利内 柳德米拉表示并不同意 柳德米拉透露 他被秘密地带到了北极圈一个城镇恋房 见到儿子的遗体 并且已经在其死亡证书上签字 但是当局未有按照法例 让他领回纳瓦利内的遗体 柳德米拉说 调查人员声称 知道纳瓦利内的死因 并且有全部的医疗和法律文件 他们还为埋葬地点 时间和方式设下条件 威胁如果他不同意秘密埋葬 就会对遗体做点事情 同时他们又指时间无多 遗体正在腐烂 纳瓦利内生前的发言人就说 死亡证写到 47岁的纳瓦利内是死于自然 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22号则是指出 对于纳瓦利内的死亡 西方国家反映歇斯底里 又指他们无权干涉俄罗斯的内政 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利内 去世不到一周 拜登就与纳瓦利内的家属进行会面 而另外一方面 拜登与特朗普的民调之争还在继续 年龄到底会不会成为阻碍拜登连任的关键因素 相关话题 我们今天和纽约直播室的记者陈英谦 一起来关注一下美国焦点 英谦早上好 把时间交给你了 早上好 杨子早上好 我们就来看今天美国媒体的焦点关注 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22日报道表示 在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利内去世不到一周的时间 美国总统拜登已经在加里弗尼亚州与纳瓦利内的遗孀和女儿进行了会面 拜登表示他对这次的见面感到很荣幸 并称纳瓦利内是一个具有难以置信勇气的人 而他的妻子和女儿也拥有同样的品格 他强调美国将宣布对普京的个人实施新的制裁 称普京对纳瓦利内的死亡负有责任 纳瓦利内的女儿现在正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读书 纳瓦利内的遗孀也已经飞来陪伴女儿 并指控普京杀死了她的丈夫 他还表示自己会接手她已故丈夫与俄罗斯政府的斗争行动 而在俄罗斯问题上 拜登和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斗争也在持续白热化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2日报道表示 拜登正在呼吁对特朗普和共和党人 在俄罗斯问题上的表态进行抵制 在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利内去世之后 特朗普一直拒绝谴责普京 民主党也计划以此进一步去攻击特朗普 并称特朗普和俄罗斯进行勾结 而共和党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则表示 拜登的计划令人震惊 称由于拜登在民调当中处于历史低位 因此陷入了绝望 我们再看美国最新民调显示 尽管拜登在民调当中以微弱优势 暂时领先特朗普 大多数选民对拜登的年龄还是感到担忧 大约近七成的选民认为 拜登年纪过大无法连任 相比之下近六成选民认为 特朗普参加总统的年龄 参选总统的年龄并不算大 昆尼皮亚克大学的最新民调显示 尽管绝大多数选民对现任美国总统 拜登的年龄感到担忧 但他的支持率仍以微弱优势领先于前美国总统特朗普 特项民意调查发现 在假想的大选对决中 49%的受访选民支持拜登 45%的受访选民支持特朗普 然而 67%的受访选民认为 拜登年纪过大 无法连任四年 与此同时 62%的受访选民对拜登的身体状况持负面态度 57%的选民表示 相信美国前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的年纪还不算太大 在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总统出现中 年龄已经成为一个日益突出的问题 共和党总统参选人 前联合国大使黑力 对两人的年龄都进行了抨击 民主党众议员菲利普斯也曾向拜登发起挑战 主要是因为他担心拜登的年龄 无法与特朗普竞选并连任 特别检察官赫尔最近关于拜登处理机密文件的报告称 拜登是一个好心但记忆力差的老人 拜登和特朗普都反驳了对他们年龄和健康状况的担忧 拜登坚决否认有关他年龄的问题 包括在赫尔的报告发布之后为他的记忆力辩护 特朗普则以吹嘘自己的认知能力回应黑力的攻击 称他觉得自己大约35岁 民意调查还显示 大部分选民支持向乌克兰提供额外的军事援助 尽管这项援助计划在国会陷入了僵局 65%的人赞成增加援助 44%的人反对 选民在向以色列提供进一步军事援助的问题上 则存在分歧 总体上反对略高 凤凰卫视王岐 姚一伟 华盛顿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方面的交点新闻 现在就把现场交换给香港 好的 谢谢英谦带来的分享 稍后回来带您关注更多消息 一会儿见 欢迎回来 以哈战争还在持续当中 以军密集的轰炸加沙北部加沙城和南部城市拉法等地 加沙卫生部门就表示 在过去一天 以军的袭击造成至少97人死亡 130人受伤 不过以哈停火的谈判再现曙光 以军电台就称 以色列内阁已经批准派谈判代表 参加在巴黎举行的加沙停战谈判 以色列坦克继续向加沙开火 在加沙南部城市拉法 有住宅和清真寺遭到以军轰炸 变成废墟 有民众指 以军在凌晨一点半左右发动袭击 由于清真寺和附近的街区 挤满了居民和流离失所者 袭击造成了严重伤亡 加沙卫生官员22号公布 去年10月 新一轮以哈冲突爆发以来 累计于2.94万名8人被杀 逾6.9万人受伤 加沙卫生部幼稚 以军当天一度撤出 位于汉尤尼斯的纳塞尔医院 但之后再对医院进行攻击 以色列早前称 哈马斯利用医院作为掩护 但哈马斯否认 繁殖以军目的是摧毁加沙的 医疗保健系统 以哈停火谈判在线曙光 以军电台称 以色列内阁以批准派谈判代表 参加在巴黎举行的加沙停战谈判 国防部长加兰特表示 将扩大谈判代表的权力 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早前指 以军将不会停止行动 直到摧毁哈马斯 并解救剩余所有以色列人质 他又指 以色列军队的目标是在安全恢复后 将加沙北部的军民送回当地 路透社报道 以色列正计划在加沙的一些地区 建立人道主义口袋 并正在寻找 不隶属于哈马斯的巴勒斯坦人 来管理这些地区的民事事务 哈马斯政治局成员马尔祖克 接受埃及媒体采访时表示 以色列停止其军事行动 使巴勒斯坦民众 可以返回加沙北部地区 是哈马斯在谈判期间 坚持的两个条件 他认为 以色列拒绝其地面部队撤出加沙 是目前谈判的主要障碍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 美国的飞机和一艘联军军舰 在也门时间22号凌晨 在鸿海击落6架 胡塞武装无人机 而美英两国再次空袭 也门西部和台达省 也门胡塞武装则强调 在鸿海和其他水域攻击船只的行动 将会升级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 22号在电视演说中表示 他们发动三项军事行动 包括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以色列南部港口城市埃拉特 以及出动多架无人机攻击 鸿海的一艘美国驱逐舰 也从也门的南部向雅丁湾 发射两枚反舰弹道导弹 击中一艘悬挂帕劳国籍的英国货船 而货船其火受损仍在继续的航行 胡塞武装的领袖也强调 已经引进潜水武器将会加大 对鸿海和其他水域船只的攻击力度 联合国国际法院 就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问题 举行听证会第四天 中国代表外交部调法司司长马新民 22号在会上表示 中国呼吁国际法院坚持两国方案 解决巴以问题 马新民在会上指出 以巴冲突源于以色列 对巴勒斯坦领土的长期占领 以及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的长期压迫 中国一贯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 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 在追求自绝权的过程中 巴勒斯坦人使用武力抵抗外来压迫 建立独立国家 行事主权是其不可剥夺的权利 57年已经通过了 从 Israel开始了它的执行 的执行 无论的执行 它的执行 它的执行 和执行的执行 的执行 执行的执行 仍然不改变 针对美国日前在发言中称 联合国和国际法院不应介入 以巴之间的双边问题 马西民指出 巴勒斯坦人民自觉问题 绝对是联合国的事 而获得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 实际上非常重要 因为这将指导未来的任何谈判 伊朗代表表示 以色列政权在过去近八年里 犯下的所有暴行和罪行 都是联合国安理会不作为的结果 并不点名批评美国 指安理会仍因某个常任理事国 造成的僵局而陷入瘫痪 一方认为 每个国家和相关国际组织 都有法律和道德责任 去采取紧急果断的行动 制止以色列在加沙的罪行 而国际法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约旦代表表示 以色列对加沙的侵略仍在继续 这种侵略行为必须结束 肇事者必须接受正义的审判 绝不能允许任何国家 凌驾于法律之上 伊拉克代表表示 伊拉克对整个巴勒斯坦 特别是加沙的巴勒斯坦人 所遭受的人道主义苦难深感关切 并指控以色列针对平民的空袭 和火箭袭击构成了战争罪 以色列必须承担责任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在关注这个热点交易 就是拥有97种性别划分的美国 近期又陷入与性别有关的舆论争议了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日前敦促工作人员 避免使用影射性别分类的词汇 避免性别歧视 对此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 就做出了评论 指用先生或女士来称呼 美国外交官 本来就不合适 因为他们其中一些根本不配做人 美国媒体报道说 布林肯日前在被报录中 敦促员工避免使用母亲 父亲 儿子 女儿 丈夫 妻子 等影射性别分类的词汇 鼓励员工使用诸位 鸽位 美位 全体 以及士兵 特工 等具体到岗位的中性词语 对此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 20号在社交媒体电报上发表评论 他说 坦率地讲 无论美国外交官的性别认同如何 长期以来 称呼他们为女士或先生 似乎都是不合适的 因为他们为全球冲突 做出了血腥的贡献 即便是人 这一中性称谓 不少美国外交官 恐怕也不配拥有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日前在慕尼黑安全会议的 小组讨论会中发言 谈及美中战略竞争 他引用一句老话 称在国际体系中 如果你不坐在餐桌边 你就会出现在菜单上 如果你不坐在桌面 富豪卫视综合报道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是美股在周四全线上扬 道琼斯工业指数和标普500指数都创下历史新高 那斯达克指数距离历史高位也相差不到20点 英伟达周三的盘后公布的业绩好过市场预期 股价大涨超过16%也创下历史新高点 单日的市值增加2770亿美元 也带动一众科技股向好 不过另外一家科技公司英特尔下错了1.1% 是表现最差的道指成分股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39,069点 涨456点 涨幅1.18% 那斯达克指数收报16,041点 涨460点 涨幅2.96% 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5087点 涨105点 涨幅为2.1% 上后回来带您关注更多消息 一会见